根据俄媒报道 格拉西莫夫首次露面 应该是参谋长还是以总参谋长身份露面 指示加强保护应对空袭等等这些任务 这是俄广部发布的一段视频 总参谋长特别军事行动的联合部队总指挥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 指示尽快采取额外措施 加强俄军设施免受空袭的影响 这个普利格金在当时发动军事政变 就要求俄联邦政府交出烧伊谷和格拉西莫夫 而且普利格金多次指责军方与瓦纳集团 争夺功劳 苛扣良响 弹药 矛头就直接对准了格拉西莫夫和邵伊谷 普利格金现在俄媒也曝光是在兵变五天以后 与普京会面 这个就是咱们说之前判断的 普利格金是瓦纳部队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他去白俄罗斯了 会见说持续三小时 普京能见普利格金 那意味着普利格金绝不是要被普京消灭掉的 而是有重要任务的 这是俄总统新闻秘书 他自己透露的 他是说的 普京在6月29号会见了瓦纳创始人普利格金 这是7月10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说的 瓦纳事件后的第五天 29号总统普京在科里姆林宫会见了该组织创始人普利格金 瓦纳集团的军官 总共35人参加会见 这里边 其实普利格金只是一个 咱们说在表面上看 他是一个职位官 其实他什么军事指挥能力都没有 他是个商人 真正的军事指挥能力靠的是另一帮人 这帮人不愿露面 所以用一个商人在前面给他们代言 实际咱们看到他们是利益共生的 目前看有35人 这35人应该就是瓦纳集团军事行动的核心 普利格金只是当中筹钱露在前面 但是持续说是会见了三小时 会见中瓦纳人员表示会继续忠于国家 这是他们的公开表态 那据普京跟他们谈了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谈继续忠于国家 他表态向普京表态我要忠于国家 那普京问的问题也应该就是 你会不会继续忠于国家呢 那怎么忠于国家呢 那么在另一个岗位上忠于国家 卢卡申哥也侧面印证了 普京不会去干掉普利格金 而且从这个咱们说这个消息出来 也证明当时咱们应该是五天之后 咱们给大家放过一个消息 就是普利格金的私人财产 包括他这个瓦纳集团的一些 一些设备都已经归还了 枪支什么都归还了 说明普京当时也没有要除掉他 而是让他这个转移阵地 去这个新的革命阵地 让他继续革命 这个普京呢 不会干掉普利格金 连卢卡申哥都已经确认了 实际他也知道这个会面 会面的结果其实就是瓦纳要继续战斗 继续忠于国家 继续战斗 这个克里姆林证实这个 为什么现在放这个消息啊 原因就是北约峰会啊 大家还想想这个 还有一件事就北约峰会 北约峰会在哪呢 在白鲁斯边境啊 这个立陶宛 而这个谁离这个啊 这个这个峰会最近啊 这是俄军啊 就是瓦纳啊 非常神奇啊 这时候你终于国家啊 所以瓦纳进入这个啊 白鲁斯之后 现在所有北约国家都对瓦纳啊 这个非常警惕 而这个瓦纳现在就等于是在北约啊 一线了 咱们看是吧 你要在顿马斯还不是北约一线啊 中间还隔着一千多公里的乌克兰 而如果在白鲁斯 那是真的就在北约一线啊 啊 他是有这个跟北约部队做直接作战的经验的 这支部队 而又到了这个北约边境 对吧 前线啊 波兰呢 利头啊 所以这支部队未来 我觉得普京是绝不会让他这个就在那儿啊 每天就练力兵不可能的啊 一定是要有大动作啊 有自己的行动的 那主要还看北约峰会啊 最后要啊 给乌克兰什么样的支援啊 啊 克里姆林公啊 啊 这个佩斯科夫讲完这个 我觉得也证明了 你看35人受邀 这35人一定是瓦哈纳的核心啊 指挥军事指挥的核心啊 啊 那咱们说啊 俄罗斯官方至少国防部是不会给的钱了 对吧 但是这个咱们说这个资源啊 资金来源 他肯定从另一个方向再给了 那咱们现在大胆的猜测就是 普京会不会再利用一些其他的途径啊 给这个瓦哈纳这个资金支持呢 由俄国出钱呢 对吧 这个咱不能排除 反正白俄罗斯说是不能给钱了 白俄罗斯是没有钱给的 这支部队是普京见了面的 是普京出的钱了 对吧 那一定是普京 实际上普京讲那个10亿美元 那个市场一年给10亿美元 实际上就告诉 罗纳谁给你出了钱 我是跟你出了钱的 结果你没听我的命令 实际上你不能去对你的雇主 对吧 展开行动吧 实际上是警告罗纳 那后续呢 俄国防部不会出钱的情况下 那这个钱怎么出呢 那普京有可能有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还没有透露 但是我估计也还是俄国出钱 然后呢继续维持网纳行动 普京这一次啊 我觉得也就证明了 而且讲了三个多小时 就证明了普京还是需要用网纳行动的 像国内很多啊 很多人猜测网纳就没了啊 他倒不会 在都东地区应该行动结束了 实际当时这个网纳在欧 在非洲啊 他和俄国这个啊 这高层啊 商定的这个权利有分配 结果就是他要拿当地的税收啊 或者矿产的这个啊 分成的30%啊 25%应该是这样 25%到30%啊 那也说意味着他当时想要拿下巴工车之后 想要在当地啊 有收益 但是当时应该是没有啊 没有给他啊 至少在非洲啊 他拿下任何一座矿山 这矿山的收益 他都要拿25%的啊 网纳就靠这个生存了 那巴默克这么大损失啊 最后让他掉落 实际就没有给他收益 实际是没有把这个乌坎的收益给 给了网纳 估计底层落就是这个 这帮这个军头他没有啊 没有这个收益 他怎么生活呢 网纳呢 应该是向普京啊 解释了他们啊 这个整个行动的逻辑啊 就是向普京做了解释 而且提出进一步要雇佣啊 这个网纳 进一步作战部署的方案 普京这三小时就讲了 下一步要做什么 而且呢 网纳指挥官在会上强调 他们是国家元首的坚定拥护者和战士 而且要准备为祖国基于战斗的 那网纳这个对普京的表态已经证明了 在白俄罗斯 在北约边境要直接战斗啊 这事对北约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这个网纳首先讲到是遭到俄军的袭击的 矛头直指向俄军高层的 他实际他的目的就要见普京 但是因为这个俄军的能见普京的人 就是俄军的高层这二位嘛 所以要抓这二位 这事普京可能并不了解啊 也具体细节细节不太了解 这次等于上谎成功了 见到了你想见到领导 对吧 白俄总统最后协调 双方结束这个对峙 双方停止在俄领土上发生对峙啊 这事也是啊 也是因为瓦纳实际招募的军事行动 招募的士兵等等啊 这个都是老兵啊 咱们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俄国人要要把这个非洲的瓦纳 交回来 因为他们都是老兵 他们不是新兵 不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是俄国最宝贵的啊 因为俄国的出生率非常低啊 这这些宝贵的年轻的生命 如果当炮灰一样就送送进去啊 那俄国是根本就受不了了 尤其现在俄罗斯出生率这么低 你像每个父母也就生一个孩子 生一个孩子 他可不像中国啊 中国也是一个孩子 那现在放开了 但你想这个 如果是这每个父母就这么一个年轻孩子 你能让他上战场去当炮灰吗 这些网纳的老兵也不可能这么干呢 所以他们网纳的战术就是老兵先冲嘛 但是俄国王部长可没有 没有把他们当做很宝贵的资源 没有进行任何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 没有进行任何的资源 另外呢 这个网纳也不是俄罗斯 这个仅有的武装团体啊 这个俄罗斯还真的很有趣啊 他这个寡头 每个寡头都有自己的军属武装机会 这种私人军事公司呢 其实啊 你比如爱国的叫法叫做这个 公军集团 其实这个 如按照咱们中国古的啊 咱们中国民国时期叫法 其实就是军法 就是军法 这个各个的这个寡头 他都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集团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衰股不断俄罗斯 不断是俄罗斯的 广正规武装力量的军头 他衰股 他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啊 他是以爱国名义啊 搞出 就是实际就是以各个爱国名义 这些军头啊 这些寡头搞出自己的武装 跟乌克兰一样嘛 乌克兰这些亲西方的寡头 不也搞出各样的什么亚素营什么的 这帮军头啊 占了一个城市 咱们想想他不流氓一样的 你又不是正规军 正规军不会干那些事了 对吧 咱们在马里布尔看到那个 在人肚子上划那个纳粹标志 不就是吗 你能招什么人呢 你想想你这帮这个寡头 谁 谁这个 咱们说有家有业的 或者有点本事的 上这里边去婚呢 对吧 那就是实际就是一些闲采人员 对吧 就是流氓组织嘛 所以在马里布尔乌烟瘴气 最后俄军直接消灭了 那这些都是以爱国民意 然后呢 组线 国防部长摔股 他是以国防部长身份 所以很多私人公司 其实都会以他的名义 这个会去到他的名下 就这意思 这是一股非常强的力量 就是摔股 他实际背后还有一股力量 就是他下面有很多 聚集在他下面的私人武装 都是 所以这些私人武装 拿不到订单 拿不到合同 和王纳 这个 这个独一份的 是吧 形成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竞争关系 除了王纳集团以外 俄罗斯有37家公司 军事集团 这37家不囊括所有的俄罗斯人 精神集团 也就是说 这是比较大的 你正经理解 这是利益关系 比如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集团 对吧 他就打着安保的名义 建了三个武装集团 其中三家武装集团名字 都被挖出来了 一个叫火炬 是安保集团 实际上就是私人武装 还有叫洪流 还有叫堡垒 这三个 这个堡垒武装集团 几乎它的实力和瓦纳 其实是一样 只是这家公司非常 咱们说非常低调 也说什么意思呢 瓦纳有点政治野心了 他要打自己名号了 而这个堡垒 他是俄罗斯天然气石油公司的 这个就算是 就相当于中国中石油的 这个安保公司 这个安保公司是听从 这个中石油讲话的 不去外面打自己牌子 他是挂在广部部长摔骨名 这帮人听话 干事但是不去宣扬 瓦纳不同 这就明显不一样了 所以俄罗斯寡头 几乎都组建自己安保公司 也就是私人武装 有重武器 有轻武器 坦克的武器都有 但是重击枪 这都算是常规配置 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现在 军阀 就是寡头 实际就是寡头政治 必然的结果 比如这个堡垒 是俄石油天然气公司 他是为了防止 在海外项目受到袭击 他是有防空的武器的 你没听错 一个安保公司 这个和中国东北有很多企业 当年中国东北有很多企业 他除了有幼儿园 有医院以外 他还有自己的部队 武装部 装防空导弹的 东北有很多厂子 都是配炮的 你没听错 是配炮的 防空炮 就是他厂子的武装人员 所以你想想 这不是一个小的国家一样 所以咱们看瓦那集团 这些私人武装 其实东北人很理解 而这个关内的人可能不理解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 东北那时候 一个厂子就是一个国家 就是一个寡头集团一样 实际上连军人医院 就生老病死 你就在厂子里转就行了 你就离不开这厂 最后你想当兵 你就不用出厂了 而且这些私人集团 又是投靠普京 普京是用烧鱼股 你编在他的名下 所以很多人 就是拿俄军订单 现在参与到俄国战争 有大量这种私人集团 但这些私人集团都非常低调 没有像瓦那这么高调 那私人精神集团 直接参与冲突 普京就有一个问题 这攻怎么分 对吧 包括这个主力部队 又不在俄国境内 主力部队全在这些 战区 战区其实就跟出国一样 你没法去调查他了 这都不受管了 咱们当过兵估计很多人都了解 一旦出国作战 你根本就没法控制你了 所有信息 实际就是你们是 你们就是当地的王啊 野战军就是当地的王啊 在国外怎么样 没人管 所以他普京手里也控制不了 所以普京也意识到自己的威力 这个权威 权力受到威胁 所以这次瓦那兵变 我觉得有可能背后就是 各个武装集团和这个摔骨合起来 与这个瓦那集团 所谓的一种对抗吧 背后有可能这个是核心目的 所以什么俄军去炸这个王呢 我觉得不是俄军 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工军集团 做的这件事 然后烧一股知道 有可能烧一股知道 但是烧一股也没有拦着 我估计内部矛盾 核心应该就是内讧 或者是内部的真功